我們的下方主席現在正在山西訪問 參加台商台青走進來的活動 接著要到山東去參加第二十七屆擂台商務的洽談會 我們的秘書長正在廣州參加相關的台商的活動 我們台北市蔣灣市長正在上海參加雙省論壇 今天灣安市長展現出我們的氣度跟不敗 尤其是在整個的雙省論壇的主講當中 特別強調和平雙贏雙省好兩岸好 我想灣安市長展現出來就是我們國民黨的立場 希望能夠兩岸好希望和平能夠雙贏 不管夏令元副主席或者是黃建廷秘書長 到蔣灣市長我們在中國大陸都是為台商 台生台青台胞還有中小企業以及農漁民來發生 我們希望所有農漁民的產品因為我們的努力能夠順利買出去 因為中小企業的辛苦我們能夠透過我們的努力能夠持續的 來讓他們的產品能夠順利的銷到中國大陸 當然我們更希望兩岸之間不管ECPA也好 或者是所有這些商品貿易都能夠非常能夠順利 再一次強調國民黨是真正的腳踏實地的來解決問題 而民進黨在這個同時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到民進黨中央到民進黨各界 對兩岸不斷沒有辦法有任何的開展 而直接都是用操本用反對用操本用反對的方式 來對於兩岸推動進行主導 那更加我們有看到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 講的不知道是風涼話還是笑話 對於兩岸完全無一愁莫展 還要所謂的邀對岸的領導人來台灣吃飯 或者是喝所謂珍珠奶茶 我相信這些都是民眾看到的眼裡 真正能夠體會到民進黨光說不戀 甚至阻礙兩岸發展的一個具體市政 然後我們也持續會努力 接下來我們還會有一些重要的兩岸交流活動 國民黨會秉持堅定的立場 根據中華民國的憲法 根據兩岸相關的我們過去的經驗 持續的來推動兩岸之間的交流 雙城好兩岸好 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感想 各位都知道 這一趟雙城論壇之行 能夠順利舉行 並不是想當然而容易 我們必須克服彼此的分析 我們必須創造可以對話的空間 然後尤其重要的是 我們願意對話 願意在不平靜的兩岸關係之下 能夠找尋可以對話 能夠找尋可以對話 可以共享的價值 雙城好兩岸好 我之所以這樣講 無關是因為上海 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 台北 是一座非常獨特的城市 兩座在歷史上 關係甚深的現代化城市 如果能夠持續秉持 理性開放進步的治理原則 往前走 而且持續維持雙城之間的論壇 以及各項交流合作的領域 我相信雙城好兩岸好的期待 必定可為 我在來上海之前 在台北 參加了一場很棒的經驗展 是余大維餅長的經驗展 余大維先生 他的家族 幾乎是半步中國現在所屬裏 他在上海 讀過聖約翰大學 在抗戰時期 他頭部頭容 他是抗戰勝利的幕後英雄 他當時還做過兵工署署戰 後來來到台灣 他也參加在軍門的華爾山號戰 甚至受傷的禮物 從上海到台北 這是大時代的命運 這是個人機遇的選擇 來到上海 又讓我想起 另外上海 對台北對台灣的影響 他就是 從台北洪回上海的作家 張艾玲 張艾玲 是在孤島上海成名的 後來 後來 卻在台北 主板他的拳擊 捧遍了華爾世界 後來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後 從台北 同回上海 火灘這些 都是信守免來 我可以想到 在現在身上 台北和上海的關係 特別在人的身上 大時代 會影響個人的命運 但個人的選擇 會影響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這就牽涉到了一座城市 他要做些事 又或者是一座城市 在大時代 他要扮演什麼角色 可以影響到時代的去 台北和上海 在大時代 在這樣的歷程過程 是不斷往前進的雙城 而身為雙城首長之一 我相信 我和上海市公市長一樣 都渴望在大時代 把城市制度做好 所以 我們今天 把雙城論壇的主題 設定為 新發的新趨勢 同時我們聚將在 低碳影序 數位經濟 以及智慧醫療的原因 我相信每一座城市 都必須要趕上世界的橋樓 搭上巴掌列車 才能夠為市民朋友 創造方式 但是 台北和上海的雙城論壇 又不僅僅是 城市制度的角色 雙城論壇 更在兩岸關係中 具有重要的 關鍵性的指標 兩岸關係 恰如江湖秦州 當然 不應該是 過境遷返皆不是 但是 也不應該一廂情願地認為 秦州過萬聚山 在困難中找尋方向 在迷惑中 我們要很盡私 所以 我講雙城好 兩岸好 特別在這個時候 我們更要重視 而且珍惜這樣的論壇 我們要故事的對話 理性的對話 誠可的對話 當雙城能夠繼續過去 大時代對於個人命運的衝擊 我們就可以爭取 了解到 理解到 可平可貴 當雙城能夠成功地化解分歧 消費對立 雙贏 所產生出來的連帶效益 將不可限量 讓我再一次強調 雙城好 兩岸好 我們要有耐心 更要有信心 祝今天的論壇成功 雙城進步 謝謝大家 首先我要謝謝各位的安排 我今天一下飛機 接連參訪的兩個行程 印象深刻 尤其是上海老港的生涯基地 化復朽為神奇 把一座原本垃圾隱埋場 改造成一座生涯基地 非常不容易 這也充分說明了 對公共事務的解決 只要有心 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 台北我們也過去經歷過 垃圾掩埋的歷史 但是我們那時候 透過垃圾分類 隨帶徵收 減少垃圾量 也減輕後續處理的環保議題 身為致力於解決問題的市長 這是讓我非常有感觸的印象 我們要永續經歷做城市 上海市在現代史 是現代化很早的城市 在現代歷程當中 其實跟台北也非常相像 過去也都經歷過帝國主義的侵略 也都有為民族榮光的奮鬥 來展現 所以像上海的崇復會戰 見證了國軍的愛國精神 也見證了上海市民的熱血澎湃 而身為臺灣水平市區的臺北 過去一直也都是對抗殖民統治的一個動力所在 我們台北市市令古蹟 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也正式紀念 包含蔣衛水先生在內的當時一群年輕人 當時為了對抗殖民統治的民族精神 而那時就有許多的前輩 是到大陸來接受教育 可見兩岸可見雙城台北和上海的關係 始終都與大時代僅益的關聯 歷史是延續的 現實是發展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談兩岸的互動 談雙城論壇 無非都是基於可以對話的歷史條件 以及文化脈絡 但是我們要往前走 所以就要在現實中 隨時調整腳步 應應對策 張英國先生曾經說過 時代在變 環境在變 潮流也在地 也因此 臺灣有了快速的政治開放 社會進步 經濟建設 也連帶兩岸關係有了突破性的進展 而隨後大陸也有靈活的改革開放 也連帶讓兩岸之間 包括經濟社會各個方面都有進步的交流 也由此 再次顯示 我們要務實地來面對發展 和平爭取雙明 所以我要再次的謝謝上海師傅熱情的接待 我許多大陸的朋友 常稱讚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但我認為台北最美的氣質 是包容多樣的 而上海 我必須說跟台北很像 讓我很想用台北很喜歡講的一句話 來表達我的感受 對於上海 我很有感覺 謝謝